各位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十一月二十一號 星期四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惠仁 首先來關心到的是勞動部 勞法署北分署有一名公務員 十一月初在辦公室親生 北分署長謝怡榮 被指控涉及職場霸凌 包括總統賴清德 和行政院長卓榮泰 都向國人來致歉 昨天勞動部考基會懲處出爐 謝怡榮繼兩大過免職 督導的勞法署長蔡孟良 繼一大過並調離主管職 不過謝怡榮是發聲明表示 願就情緒控管不佳 向同仁道歉 但當事人因超時工作 不信申僱 與他領導風格和作為作法無關 向不信過世的 勞動部同仁的家屬 以及國人表達最深的歉意 對不起大家 深深駒躬 對不信過世的勞動部同仁和家屬 表達歉意 勞動力發展署公務員身亡案件 延燒多日 除了行政院長卓榮泰出面致歉 總統賴清德也在臉書首度致歉 除了下令全面調查真相 也要改變理所當然的職場文化 針對中央政府各部門 機關展開全盤檢討 勞動部昨天召開口機會 會後決議讓四位相關人士對霸凌 督導部州等事負起行政責任 其中北分署長謝宜蓉計兩大過免職 勞動力發展署署長蔡孟良計一大過 並調離主管職 而謝宜蓉公開聲明 願就情緒控管不加等行為 向同仁公開道歉 當事人因超時工作不幸申固 與他領導管理風格 行為作法無關 然未提供支援 向當事人及家屬致歉 朝野立委輪番炮轟 讓勞動部長何佩山幾度哽咽落淚 改口致歉表示 調查報告中的目的良善用與錯誤 並說自己也不適任 會向行政院主動請辭 行政院長卓榮泰則表示 會先讓何佩山 盡速完成原責任的追究 至於責任歸屬會再討論 立委質疑官官相護 卓榮泰強調全案移送 檢調追究責任 而謝怡榮昨天晚間 在委由律師發表聲明 指出近期媒體報導 已出現背離事實 更引發網路公審 錯印出現未審先判 等亂象 勞動部霸凌事件要如何平息爭議 考驗公部門的智慧 記者朱鋒竹 其昌蔡惠玲 陳柏玉 台北報導 職場霸凌議題延燒 有網友就指出 衛福部疾管署整備組 也有疑似職場霸凌的情形 疾管署發言人羅一鈞表示 目前未接獲相關申訴 但已經主動訪查 一週內禁速完成調查 職場霸凌議題延燒 有網友在通訊軟體threats上表示 集管署整備組的主管 個性缺乏耐心 每天緊閉進度 不顧本業務無法運作 及上線的政策出包 還推卸責任 要底下的人背鍋 甚至對同仁咆哮 摔公文 甚至辱罵 單位近期離調人員高達三到四成 在當天獲悉這樣的一個貼文之後 也立刻討論 然後檢視了在人事室相關的一些 最近的檢舉或者是陳情 或者是說有投訴的狀況 並沒有相關的事件 所以網路的爆料是否屬實 我們目前並不知道 那也沒有明確的這個檢舉的受害人 不過就是還是會比照這個 我們的職場霸凌處理流程 成立專案小組 羅宜君表示 集管署在得知這貼文後 雖然沒有接獲相關申訴或檢舉 但為求慎重釐清 比照職場霸凌作業規定 成立專案小組 主動啟動訪查 小組包含兩位署內委員 以及兩位具法律 或心理諮商專長的外部專家 一週內盡速完成調查 記者綜合報導 那您關系天氣 今天受到東北季風 及華南水氣冬意的影響 桃園以北 還有這個宜蘭 是有這個馬祖 是容易下雨的情況 那麼溫度方面 北部 東北部 整天的氣溫都在19到23度 感受上較為失良 其他地區低溫20到22度 高溫25到28度 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今天基隆北海岸宜蘭 及台北山區 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而且要注意到瞬間的大雨 由於連日的降雨 山區要盛防 貪防及落石 東北風明顯偏強 桃園到雲林沿海空曠地區 還有恒春半島 及外島的藍雨綠島 澎湖馬祖 容易有九到十級的強震風 基隆北海岸 新北嘉義 還有台南沿海空曠地區 以及金門也有較強震風 臨近海域還有較大風浪 請特別的來注意 好 秩序來關心到的則是 嘉義縣一燭香 昨天中午發生規模 四點六的極潛層地震 有十二個縣市有感 由於中南部近期地震頻繁 民眾就擔憂 是不是大地震的前兆 但學者分析認為 可能和零四零三花蓮地震後 板塊的引力調整有較大關聯 客人邊聊天邊等上菜時 地面突如其來的一震 讓餐廳顧客全嚇了一大跳 嘉義二十號中午十二點二十三分 發生深度十一點七公里 瑞士規模四點六的淺層地震 正央位於嘉義縣 一燭香 共十二縣市有感 台南麻豆十六到十九號期間 連四天共六起地震 其中兩起是規模四以上 有感地震 四起小區域 二十號中午嘉義一燭 地牛又翻身 讓人不免聯想 嘉義中浦上個月二十七號 一天連八震 造成校舍 社區透天措崩壞 是否有所關聯 學者表示不排除是零四零三 花蓮地震後 受應力調整影響所導致 發震的位置 然後跟他們證源 其實來看的話 這幾個地震之間 是沒有一個明顯的關聯性 那有可能是因為 還是受到零四零三地震之後 應力調整的狀態 所以在這些地方 達到它的一些 可以發震的一個門檻之後 它就會陸續產生一些地震的活動 學者分析十月中璞地震 屬走向華儀斷層 十一月的麻豆及液竹地震 則屬逆沖斷層 釋放能量 三者沒有明顯關聯性 但由於西部地震 震源較淺 震度也相對明顯 學者提醒民眾要加固 一青島或掉落的加劇 以防地震時傳出災損 記者陳煥與許正俊嘉義報導 而在北美洲 一場強烈風暴 週二晚間開始 襲擊美國西北部 還伴隨強風暴雨和降雪 導致大範圍停電 這種風暴系統 被稱為炸彈氣旋 目前已造成至少兩人死亡 超過六十萬戶停電 影響七百萬居民 專家指出 由於低壓系統的氣壓快速下降 讓這場炸彈風暴的強度 相當於四級颶風 強風暴雨過後 留下滿地被吹倒的樹木 汽車冒險從樹枝下穿過 一場強烈風暴從十九號晚間 開始影響北美 強風暴雨和降雪造成 華盛頓州有超過六十萬戶停電 加州也有一萬五千多戶停電 影響七百萬太平洋 沿岸各州居民 風暴的風速達到每小時八十公里 震風最高達到時速一百一十公里 影響範圍包括加州北部 奧勒岡州和華盛頓州 這場風暴被稱為炸彈氣旋 是指冷空氣團與暖空氣 在二十四小時內快速碰撞 並強化的現象 炸彈氣旋不只美國西岸獨有 也可能在西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發生 華盛頓郵報指出根據自一九四零年代以來的大氣壓力數據分析 這場風暴是有紀錄以來最強的十一月風暴 最低中心氣壓的強度相當於四級颶風 公視新聞之後 我來不及想要編譯 但您來看到今天的早餐說報 首先來看中國時報的部分 健保署預告兩項執法 未來新藥若在國際上市的兩年內書台 將會比照首發新藥給予這個優惠盒價 在地製造的藥品盒價可加算一到三成 新制在明年一月二十號預告期滿 最快年後上路 接著看到自由時報 經濟部統計處公布十月外銷訂單金額 是五百五十四點五億 年增百分之四點九 是連續的八個月正成長 今年前十個月接單金額 年增百分之三點八 統計處長黃宇林就表示 今年外銷訂單很高機率會是正成長 而且可能是歷年第三高 接著來看到聯合報 氣候變遷績效指標昨天在第29屆氣候峰會 公布最新排名 台灣是排在末段班的第六十名 指標也提及到台灣缺乏淘汰化石燃料的轉型計畫 不過環境部強調評比方法有爭議 不宜直接引用來評斷我國減碳的努力 環境部也不接受這樣的排名結果 好 持續來關注到焦點 則是德國看守協會 今年度是再度的 在聯合國氣候峰會期間 公布全世界的氣候績效指標 CCPI排名 今年台灣再度排名 在末段班第六十名 倒數第八 不過排名是有進步的一名 環境部對此的結果 就也在隨後舉行記者會 強調此評比方法有爭議 不宜直接引用 評斷我國減碳的努力 看守德國協會與其他環團代表 照慣例在氣候峰會期間 公布氣候績效指標 CCPI 每年都在末段班的台灣 今年再度落在非常差的排名 六七國排第六十 比前一年進步一名 評比中佔比最重的溫室氣體排放 台灣因人均排放高 產績不理想 2025CCPI前三名人從缺 表現最好的是丹麥 中國排名五十五 所以退步還是超越台灣 記者會後兩小時 環境部開記者會回應 直指評比方法有爭議 看守德國認同臺灣制定氣候變遷應應法 但認為到二零三零年減碳目標 才百分之二十四實在低 另外臺灣雖發展再生能源 但缺乏化石燃料逐步淘汰計畫 其實是沒有辦法達成的目標 政府一定要有政府的功能 我們政府在這方面沒有功能 我們十年內應該可以很大幅度的擺脫 對煤的一個依賴 那對於氣的依賴的話 其實多數的國家都還是不能夠 免除用這個天然氣 環境部重申去年排放比二零零五年減少 百分之十 並引用耶魯哥倫比亞大學 發布的環境績效指標 EPI一百八十國中 臺灣排四十九 另外在歐盟委員會聯合研究中心 JRC的報告中 臺灣兩百一十國排第四十四 環境部認為臺灣雖非減碳前段班 但國際上排名因屬中等 絕非後段班 記者鄰居美謝祈文台北報導 二零二次世界棒球十二強賽 中華隊晉級超級循環賽 前進東京的首戰 就在今天要對決委內瑞拉 接著是要和美國跟日本交手 而昨天中華隊球員也在東京巨蛋 熟悉場地找球感 力拼爭冠機會 中華隊王牌左頭林玉敏 積極熱身鏈頭 邁開身子 標球數 還有在臺澳大戰代打 擊出三分炮的吉利吉勞拱冠 打擊練習區也是聚精會神 希望對決委內瑞拉 也能夠一棒轟出全壘打牆 內野接滾地球 外野接殺高飛球 中華隊全員在有限的熱身時間 努力熟悉東京巨蛋 就是要把課場變主場 而首戰的委內瑞拉 則是由多名大聯盟重炮所組成 中華隊由誰登板對戰 備受外界關注 而事實上委內瑞拉鎮中 也有多名中職羊頭 其中包括富蘭哥 羅哥 效力富邦漢將 下午也都到場練球 強調對臺灣的打者相當熟悉 但對勝負也沒有把握 這次中華隊以四勝一敗殺進四強 從二十一號起連戰委內瑞拉 美國 日本 而且原先取得了參賽資格 世界排名低於美國 所以循環賽每場都是先攻 不過為了幫臺灣英雄加油 不少球迷啦啦隊都自費飛日本 四強賽在三天複賽落幕後 台中華隊在三天 對戰成 中華隊 在東京巨蛋 韓豹巨蛋 主要他們幫忙 他們把機型架大 等於有一個 等於專機的概念 那讓我們的教練 球員 隨行的相關的工作同仁 都可以搭同一班會機 一起回到臺灣來 四強賽在三天複賽落幕後 將由對戰成績決定二十四號的冠軍戰 季軍戰交手組合 而唯一不敗的日本 將以地主身份挑戰二連霸 不過球是員的中華隊 將續寫歷史 記者林曉慧 沈志明 黃立委 林志堅 中央報導 前週朗 蔡英文 昨天晚間起乘赴加拿大 出席在加國東岸的 哈利法克斯市 所舉辦的二零二四 HISF論壇年會 並將發表專題演說 向國際社會傳達臺灣人民 堅定守護民主自由的努力與信念 臺灣也將持續與國際社會合作 為全球的穩定與繁榮貢獻力量 蔡英文發文表示 哈利法克斯國際安全論壇 是匯集全球民主國家討論安全議題 及強化戰略合作的重要盛會 每年有數十個國家 數百名國防及戰略安全領域專家 及政要齊聚一堂 共同應對世界上最緊迫的安全挑戰 蔡前總統將在論壇中發表專題演說 向國際社會傳達臺灣人民 堅定守護民主自由的努力與信念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昨天排審選罷法相關修正草案 草野對於調整罷免門檻 仍然沒有共識 一度是爆發推起衝突 最後在立法院長韓國瑜的財事下 週五將交付院會表決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二十號排審公職人員 選罷法修正草案 藍綠黨團都發出假極動原令 民進黨凌晨四點半 拂曉初期共佔主席臺 在國民黨一進場 雙方爆發推及 排審的六個草案中 國民黨立委徐宇貞提案涉及罷免門檻 主張就職未滿一年者 不得為罷免之提議 與連署同時增列罷免同一票 去超過被罷免人當選得票數 罷免案才能通過 回憶中藍綠雙方僵持不下 最後由趙偉徐欣營宣布休息 但留到下午進行朝野協商 依舊沒共識 民進黨的立場 不管是連署加嚴加密 這個都是剝奪人民行使罷免權利 它不是一個加嚴加密的版本 它是一個落實查核的版本 在內政委員會今天要排案的 是另外一個條文 有關於投票門檻 有國民黨的委員 拿著自己自備的黨團的麥克風 經過一個小時的協商後 立法院長韓國瑜才是 既然沒有共識 就以議事規定處理 也就是週五將交付院會表決 而民眾黨團雖然表示 反對門檻提高 但對於罷免連署 則認為必須付上身份證銀本 杜絕造假 內政部長劉世芳強調 罷免連署及門檻加嚴 目前無法達到共識 只會加劇政黨競爭 最終對社會安定 與加強經濟發展 背道而馳 公視新聞 李俊英 邱富財 台北報導 台北地檢署偵辦金華城案 為釐清前台北市長柯文哲的金流 政治獻金等疑點 昨天是第三度以證人身份 傳喚柯文哲的妻子 陳佩琪 訓問三個多小時後請回 陳佩琪昨天在連政署 訓問整個上午後 下午移送北檢附訓 檢察官當庭訓問 比對相關證人證詞 且釐清柯文哲的相關金流 訓問約三個小時後 都請回 陳佩琪面對媒體的提問 作證情況並沒有發言 他也在律師的陪同下離開 美國軍火商雷神公司 爆出射炸高爆軍售款項 我國也是受害者之一 國防部表示雷神賠償 五十二億多元 前天已經完成繳庫 美國軍火商雷神涉嫌多起 對外國軍事合約的 詐欺及行賄案件 我國也是受害者之一 包括愛國者飛彈 以及相關雷達 合約成本被抬高 遭美方查獲 雷神達成認罪協商 國防部表示雷神賠償五十二億多元 十九日已完成繳庫 目前配合美國司法部門的作業 雷神公司詐欺案 他對於我國的這個賠罰款 已經完成了入帳 總共是新台幣五十二億 一百一十六萬三千兩百三十六元 那麼同步這些經費 已經截繳國庫 國防部強調 確保軍售相關案件 依循法規不容擊斃 為民主國家共同價值標準 這對本次雷神公司司法案件 移請美方安核局 及相關安援部門 就其他案項實施清查 以確保我方均受權益 記者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 有意對中國祭出百分之六十的關稅 經濟部的次長陳正錡就分析 部分台灣企業 將會因為轉單效應而受惠 但也增加全球貿易的不確定性 對台灣經貿而言影響也還難以評估 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即將回歸白宮 選前提出關稅政策 促進產業回流美國 加強出口管制 加速與中國的戰略脫鉤 外界預測恐再次打響關稅戰 也牽動臺美貿易未來走向 外交部次長田中光二十號 副立法院進行專案報告 表示將密切關注川普的經貿人士布局 也指台美經貿科技對話以建制化 預期川普政府上任後將延續包括出口管制 投資審查等各式反制措施 以持續維持其領先的地位 並防範中國取得各項新興關鍵科技 田中光強調台灣是美國供應鏈 互惠互補的合作夥伴 美國去年也成為台灣對外投資首選 台灣企業對美投資 有望創造當地就業機會 至於川普主張單邊主義 立委關切是否促進台美FTA談判 在美國振興製造業的政策目標之下 跟他來做雙邊的對話 能夠推動台美之間的貿易協議 是有可能 但是要有創意的做法 而且我們要努力來推動 針對川普打算對中國全面祭出60%關稅 經濟部次長陳振祺坦言 部分台灣企業將因轉單效應受惠 但可能對台灣經貿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 立委追問川普推動美國製造 護國神山台積電的2奈米先進製成 會不會被帶到美國設廠 2奈米的生產在台灣 2025年就投產 美國2028年投產 而且研發中心在台灣 先進技術會在台灣 並且台積電在台灣的擴廠的速度 遠高於它在世界擴廠的速度 台灣有1209家上市貴公司附中投資 以自通訊產業為主 未來面臨美中貿易戰的衝擊 影響首當其衝 陳振祺表示鼓勵台商回流 政府也會協助分散市場 轉移到新南向國家投資 記者黃子杰 陳鴻義台北報導 香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觸犯國安法 昨天開庭審訊 黎智英致辯表示 當年創辦蘋果日報 是為了傳遞自由資訊 香港四十七人案 有四十五人被判刑 在台港人對於判決感到憤慨 西方民主國家也發聲譴責 香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被控觸犯國安法中串謀勾結 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的案件 二十日繼續審訊 據港媒報導 黎智英出庭自辯時表示 當年創辦蘋果日報 是為了傳遞自由資訊 法信社報導 來自至少二十二國及歐洲議會的議員 及外交事務專家 透過連署公開信 表達他們對黎智英遭關押 感到擔憂 而香港四十五位泛民主派人士 十九日被判重刑 美國 英國 澳洲及歐盟外交高階官員 紛紛發聲譴責 香港眾派民主派初選四十七人案 四十五人被判刑 是香港首起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 在臺港人上午召開記者會聲援 香港編程青年表示 對於判決感到憤慨 也顯示香港的法治與司法獨立 已經動人無存 這個判決就是不意外 因為我們都知道香港的政府 就想要透過這種的手法 要讓我們害怕 然後繼續不去發聲 這宗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最大規模的案件 四十七名因為參與立法會初選而遭控 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十一月十九日迎來判刑 刑期最重達十年 黃國才認為四十七人案的判刑 是對民主自由世界的判刑 四十七人案宣判一出 各界也發聲表示關切 總統府表示 台灣將持續聲援香港 呼籲國際民主陣營 關注香港情勢 外交部也表達高度關切 嚴正譴責中國政府 利用司法手段與不公正程序 嚴重侵犯香港人民追求自由 與民主的基本權利 就在烏克蘭首度 以美國提供的陸軍戰術系統 ATICMS攻擊俄羅斯之後 美國的情資顯示 可能發生重大空襲威脅 於二十號上午關閉 在基辅的大使館 意大利 希臘 西班牙等國也跟進 法國人開放 但要公民保持警戒 根據剛剛接獲的最新消息 美國國務院表示 預計使館二十一號恢復運作 基辅及其他地區空襲警報大響 烏克蘭空軍表示有飛彈威脅 美國國務院關閉基辅大使館 因為可能發生重大空襲 幾個小時後 烏克蘭當局要求百姓提高警覺 意大利 希臘以及西班牙等 也基於美方的情資而關閉使館 俄羅斯對多國使館相繼關閉 拒絕回應 烏克蘭十九號首度以美國提供的陸軍戰術系統 攻擊俄羅斯二十號當天稍早 天還沒亮 就有目擊者表示 聽到多次爆炸聲 並見到空中出現火光 看起來防空部隊正在抵禦 俄羅斯對基辅的空襲 烏克蘭軍事情報機構表示 俄羅斯也利用網路散布大規模 飛彈與無人機攻擊的假消息 試圖製造恐慌 此外 根據彭博社引述西方 匿名官員的消息 烏克蘭也獲得英國允許許用 所提供的暴風之影飛彈 首度朝俄羅斯領土發射 以回應俄羅斯部署的北韓部隊 暴風之影為英法聯合研發的 巡弋飛彈 最大射程約為兩百五十公里 與此同時 美國總統拜登已經同意 提供烏克蘭人員殺傷雷 一名國防部官員 告訴英國廣播公司BBC 美國正加強援助 以減緩俄羅斯的進攻 公視新聞 黃允玲編譯 二零一年 在挪威犯下汽車炸彈 與持槍掃射攻擊案 身上背了七十七條 人命的右派極端分子布雷維克 獄中服刑十三年後 二度向法院申請假釋 但檢方認為 他再犯的風險極高 應該予以回絕 農威的法律規定服刑十年後 有資格參加假釋聽證會 近年四十五歲 二十一年最高刑期 已經關了十三年的 布雷維克 十九號西裝筆挺 手上拿著 自己政治主張的海報 出現在法庭 提出他應該獲得 假釋的主張 媒體注意到 時他則是拒絕回應 這位信奉白人至上的 新納粹主義分子 二零一年 在首都奧斯路的首相 辦公室附近 以及近郊烏托牙島 犯下了汽車炸彈 和持槍掃射攻擊案 奪走七七人性命 二零一二年 霍判二十一年刑期 挪威是廢死刑國家 二十一年 就已經是最長的刑期 瑞厚布雷維克 被單獨關著 但兩年前被轉到 零二里克監獄一個兩層樓的牢房 裡頭有廚房餐廳 配備有Xbox遊戲機的客廳 以及有健身器材的運動區域 布雷維克多次援引 歐洲人權公約 稱自己在獄中的處境 不人道 生活條件不好 這是繼二零二年一月後 他第二度申請假釋 但檢方認為 他再犯的風險極高 應該予以回絕 公視新聞王滬斌議 北歐波羅的海 有兩條海底光纖電纜 日前疑似交道蓄域切斷 這是連接瑞典到立陶宛 以及芬蘭到德國的海底電纜 數據顯示 電纜斷裂時間前後 有一艘中國貨船經過 芬蘭和德國已經展開調查 二州波羅的海 兩條海底光纖 同行電纜斷裂 影響到四個國家 根據英國媒體金融時報報導 依據船破追蹤服務網站的 數據顯示 十七號跟十八號 這兩條電纜被切斷的時間點前後 參加一艘中國註冊船隻 一捧三號航行通過附近海域 德國跟芬蘭在聯合聲明中表示 歐洲的安全持續受到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戰爭影響令人擔憂 這兩條電纜分別是連接瑞典到立陶宛 以及芬蘭到德國的海底光纖電纜 其中連接芬蘭赫爾辛基 以及德國羅斯托克港的海底電纜 總長一千兩百公里 在瑞典水域的哥特蘭島以南被切斷 距離赫爾辛基約七百公里 而事發前後 經過相關海域的中國貨船一捧三號 當時正從俄羅斯的烏斯盧家港 前往埃及的塞德港 目前芬蘭跟德國已經表態要撤查案件 連接俄羅斯跟德國的北溪天然氣管線 在二零二二年九月遭到炸毀 起初西方國家指控是俄羅斯所為 但隨後調查發現事件涉及烏克蘭的政府人員 二零二三年十月 連接埃莎尼亞跟芬蘭的一條海底電纜 遭到破壞 調查顯示是一艘中國貨船的船矛 在拖行時損壞電纜 而美國幾個星期前警告 他們偵測到俄羅斯 在一些重要海底電纜周圍的軍事活動明顯增加 兩名美國官員 九月曾經向美國媒體CNN 表示美國相信俄羅斯越來越有可能 對這些關鍵基礎設施 展開破壞行動 公視新聞陳時動編譯 家電轉回到國內 台鐵有一列區間快車 昨天上午沒有在預定時間 從花蓮和平站發車 帳戶人員查看後發現 五十四歲的連線司機員 已經失去意識倒在駕駛艙 緊急送醫還是宣告不治 台鐵公司表示 連線司機員沒有身體異常 也沒有超時工作 促事的原因還要釐清 救護員趕緊將患者送上救護車 送醫過程沿路都在執行CPR 雖然緊急將患者送往花蓮 八零五醫院急救 但還是回聽法術 救護人員到達現場後發現患者已倒臥在第一夜台 火車駕駛艙內 現場也有人員實施CPR 患者是一名林姓台鐵司機員 二十號上午執行乘務工作時 原本在十點四十七分 所駕駛的四零二一次區間快車 就該從花蓮的和平車站出發 但過的時間卻沒有離站 站務人員前往駕駛艙發現 林姓司機員已經沒有生命真相 台鐵表示 林姓司機員在二十號早上 駕駛四零零六次區間快 抵達了和平車站 都沒有出現異狀 台鐵表示 原邊組的列車抵達後 還有大約兩個小時的空檔 司機員有充足的時間休息 也否認超時工作 而林姓司機員 隸屬於宜蘭積物段 也會釐清出勤和工作狀況 確認原因 並協助家屬處理後續 台鐵企業工會則表示 台鐵轉型公司化之後 雖然工作時數都在規定範圍內 但人力嫌棘不足是隱憂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些 比較年輕化的司機的問題 所以說小孩子都不大 然後可能在暑假當中裡面的 請假吸取會比較高 我們在整個公司上面是還好 只是說符合給他們 來要求他們休假的請假的方式裡面 這個問題點還在 吳長治表示 該名司機員的死因 還要進一步釐清 但台鐵才剛轉型公司化 體制命和人力斷層 該怎麼解決 還有努力的空間 台中有一名中年男子燕齡超過二十年 近期因為胸悶心口壓迫就醫 但就在後診時突然昏倒 醫師診斷式心肌梗塞 鎖性及時搶救挽回移民 診間外頭的監視器拍下 這名男子正在腸胃科的外頭後診 但突然身體不適暈倒 甚至失去意識和血壓心跳 一旁的民眾趕緊通報 醫護人員 醫師也趕來為患者CPR 並以葉克膜維持生命真相 醫師進一步檢查 發現患者的心事顫動 導致心跳停止 他的心電圖呈現這個致命的心事 顫動和心律不整 所以我們總共前後電擊了五次 他就是終於讓他恢復生命真相 但是即使電擊回來了 他是處於一個 心陰性休克的狀態 血壓心跳都還是很不穩定 醫師緊急進行心道管檢查 發現患者的左前降肢 冠狀動脈 幾乎完全堵塞 屬於致命的心血管病變 肝檢進行冠狀動脈支架 置入手術 將血管打通 恢復流暢 將患者的性命救回來 醫師表示 致命45歲的曾姓男子 本身就有20年以上的陰影 最近頻繁出現胸悶 心口壓迫感的症狀 以為是未適到逆流所引起 沒想到卻是心血管疾病 這個病人有時候走路會胸悶 可是他有些時候 晚上半夜的時候也會胸悶 那麼這個就會跟胃食道逆流 這樣的症狀會很容易也會混在一起 胃食道逆流也常常會用胸悶來表現 他也許兩個都有 可是問題他這次真正造成 當然致命原因是心臟的原因 醫師表示 患者出現不適 可能兩種病症都有 因此需要長期的監測檢查 也提醒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必須戒嚴控制血痒 血糖和血脂 而如果有胸悶等症狀 需要積極的就醫檢查 才能夠避免危機生命 新北市有民眾與三友前往宜蘭古魯林道登山 期間因為尋找手機脫隊 結果與隊友失聯 消防隊在經過三天的搜救 終於在昨天上午將人巡獲 消防人員將胸口受傷的中性男子綁在單架上 準備用人力的方式運送下山 因為來自新北市的中南 和三友在宜蘭大同鄉韓溪村孤魯林道登山 17日為了找尋手機脫隊 失去了中印 讓三友和家屬心急如焚 還有經過三天的搜救 20日傳出好消息 家屬聽到中南貨救 心裡鬆了一口氣 很感謝消防人員和許多山友的協助 家屬說中南很常爬山 角力沒問題 應該是下雨山上濕滑 加上為了找手機 才不慎滑落邊坡 中南是在溪谷被找到 根據消防人員的推估 距離原本林道德山徑 約有兩百多公尺的落差 消防人員表示 搜救過程中不斷找到中南的包包 衣物和眼鏡等物品 本來內心沉重 盛盤中南無法保暖 應付寒冷的夜晚 很期盡最終還是游艇過來 昨天在沒有眼鏡的狀態下 跟沒有保暖衣物的狀態下 還可以在今天早上被詢問的時候 狀態是良好 那是非常的不容易 因為山上上的這幾天是非常的濕冷 一直在下雨的狀態 不少的人 地方不少的話 就不會有安全上的孤独 如果是像我們平常守的話 我們就OK啊 這並非古魯林道第一次發生山難意外 在地村長提醒 古魯林道有許多山溝 山徑雜草重生 且都是樹木陸基不明顯 判登風險高 建議民眾前往時盡量結伴同行 不要脫隊 避免再發生類似意外 記者林靜倫 宜蘭報導 新竹有一名陽性女子長期吸毒 在哺乳期間也沒有停止 結果是導致三個月大的男嬰 中毒身亡 新竹地院依照過失致死罪 判處六個月徒刑 陽性女子家中另外三名幼童 也由社會處安置 新竹市一名三個月大的男嬰 因為臉色發白 手腳冰冷 被送到急診室 但搶救不到一手時 就宣告不治 事後法醫 在男嬰體內驗出高濃度的 甲基安非他命 母親陽性女子才坦誠 從哺乳期間都在吸毒 男嬰喝下大量有毒母奶猝死 本件被告設判刑判刑法第276條過失致死罪 本院審酌被告為了吸毒解釋 輕忽被害人的健全發育 過失責任程度重大 同時考量被告坦承犯刑 上知悔悟等情狀 判處被告有期徒刑六月 得一顆罰金 本案人可上訴 男嬰母親一過失致死罪 判刑六個月有期徒刑 可一顆罰金 全案人可上訴 新主事社會處表示 養女家中還有三名幼兒 已規定游續服安治 也對養女採處 曾致親職奏育課程 僅僅介入調查後發現 男嬰體內血液頭髮的 甲基安非他命濃度 已達對嬰幼兒最低致死量的4.5倍 還驗出甲基安非他命 被代謝為安非他命 你如果已經既然要餵母奶的話 那那個平常如果有飲酒習慣的話 都真的是盡量避免 那毒品當然是絕對不行 不只是媽媽不適合 寶寶更不適合 而且媽媽在吸食的過程 整個空間的那個 裡面殘留的 我們說二手毒品的話 那個傷害也一直存在 醫師也進一步表示 母乳含有多種免疫物質 以及必要營養素 可以提供寶寶天然的營養 不適合餵母奶的狀況 包括母親本身患有免疫不全 HIV 母親本身有腫瘤疾病 正在進行化療 或是寶寶有先天 乳糖代謝問題的 記者黃曼辰 陳伯宇 中均豪 新竹報導 高雄一名獨居服務員控訴居服務員疏失 害他喝下鹼水 事後就醫發現胃潰瘍等症狀 藏造機構出面致歉 除了懲處居服務員也會賠償 監視畫面中 居服員將白色鹼粉倒入缸杯後 加入自來水攪拌 放在琉璃臺上備用 但被照顧的獨居長者鄭媽媽 誤以為是鹽水直接喝下肚 七十多歲的鄭媽媽是在中風後 透過一九六六安排居服員 從四月二十二號起道府備餐 事發在六月二十一號 鄭媽媽因霧影造成身體不適 三天後通知長照機構 七月初甚至住院一星期 雖然事後八月份機構及保險公司 曾來討論理賠問題 但雙方未達成協議 鹽水去洗水果 鹽水去洗蔬菜 之前個案都會先泡好 那那一天是剛好沒有了 泡好之後是忘記跟這個長輩告知 那裝的乾杯的部分 因為長輩以為這個是鹽水 才會導致他誤喝 機構二十號致歉表示 居服員已寄過並停止派案 因十月才收到個案提供相關收據 理賠仍在處理中 由於不少家庭都會用鹽水 清洗蔬果殘留的農藥 一時也提醒誤喝引發的風險 用鹽水的話 它必須就比較高 就擔心說如果誤喝的話 它會造成腸胃道的不適 腸胃道的一些潰瘍 然後症狀包括噁心 嘔吐 肚子痛這些都會可能產生 民眾因健康狀況而申請居家服務 沒想到卻發生照顧疏失 高市衛生局表示 會持續關心個案就醫情形 及機構後續處理狀況 記者陳煥 許正俊高雄報導 近來有詐騙集團 利用臺北出口一月節 跟高雄跨年活動等 在臉書社團發布真人訊息 警方提醒 這類虛假招募 常誘導民眾提供賬戶 可能淪為詐欺共犯 民眾要保持警惕 由臺北捷運公司主辦 臺北出口音樂節將在十二月七號登場 官方也在臉書社團上大力宣傳當中 不過近期卻有南部民眾發現 在臉書的地方社團出現偵材訊息 聲稱要應徵工作人員 七小時有兩千元的報酬 但活動在臺北 應徵地點 卻在台南安平國中 實際到臉書社團查看 也的確有不少的民眾回覆 成為詐團的目標 警方指出 這種詐騙模式 主要利用高薪和活動福利 等又有人條件 騙取被害人的帳戶用來轉入 轉出詐騙账款來洗錢 導致被害人稱為詐欺共犯 不可不慎 又使民眾應徵 進而詐騙被害人提供銀行帳戶 藉此轉移詐騙账款進行洗錢 呼籲民眾應提高警覺 近期此類手法不少見 高雄也發現有詐團利用跨年活動的名義 應徵工作人員 更讓警察局親自上網留言 提醒民眾不要上當 近年詐騙猖獗 手法更是千奇百怪 警政署也建置打炸儀表板 每日都會公布各縣市打炸的相關數據 盼望民眾提高警覺 誤稱為詐團口中的肥羊 記者文正和文灘報導 北非國家阿爾巴尼亞觀光醫療旅遊大受歡迎 許多外國人大勞員跑來 就是為了要來這裡矯正牙齒 封唇或龍胸 每年也創造將近2.5億歐元的產值 桌上擺放的牙齒模型和S光片 這裡不是牙科 而是法國巴黎一間飯店 民眾正在向國外診所顧問 諮詢牙齒矯正療程 最近阿爾巴尼亞是醫療旅遊熱門地點 許多來自義大利 法國或瑞士等國家的民眾 會參加優惠套裝行程 尋找更燦爛的微笑或是性感的嘴唇 在歐洲多數國家以美或牙科手術並不便宜 來自法國的佩拉特就選擇出國職牙 以他的個人療程來說 原本在家鄉里昂得花費5萬歐元 在阿爾巴尼亞首都只需要一萬三千歐元左右 用更少的費用為工作換來更大的優勢 他感到非常滿意 據估計阿爾巴尼亞醫療旅遊業 每年帶來將近2.5億歐元產值 一名當地醫生就透露 每年平均有750至1000名外國患者 到他的診所就診 其中面部矯正和封唇項目 最受歡迎 檢查單位近期仍針對微禁醫療產品 搜索了30家醫美診所 阿爾巴尼亞醫師協會就警告 民眾不該一昧相信廣告 治療前須詳盡瞭解療程內容 共識新聞兩頁編譯 亞塞拜然首都巴庫有一處世界遺產巴庫古城 許多遊客慕名來訪 而作為今年氣候峰會的主辦國 亞塞拜然預期會再迎來新一波觀光潮 遊客專注聽導覽解說 在亞塞拜然首都巴庫 參加城市散步的外地人越來越多 相較其他地方 亞塞拜然旅遊費用低廉 卻具有大量東西方元素交融的景色 其中最有名的景點就是巴庫古城 城區內狹窄的街道和古老的城牆 將中世紀歷史和景色保留下來 早在兩千年代就被聯合國交坑文組織 列為世界遺產 從走坊古蹟到參觀博物館 遊客在巴庫古城 可以感受到最深刻的亞塞拜然文化 還能透過少見的木偶表演 理解力士和當地院 Yani, tamaşalarımız maksimum bir saat yarım çəkir. Qısa müddət ərzində onlar Azərbaycan mədəniyyətinin həm musiqisi haqqında, həm qeyimləri haqqında, həm Azərbaycan tanışığını eşidirlər, həm klasik əsərlərin özləri ilə tanış olurlar. Ər往城市的另一头走,不同时期打造的建筑物各有特色, 像是由建筑大师 Zahahadi操刀的阿里耶夫文化中心, 白色流线型外墙显得气势蓬勃,是游客必去的打卡经典. BIGCIN BEMARLÏQ THRƏFİNDƏT TİK below PENA SCAN BEAQDI SƏZİ Bõ PW RUĞIN NI ŞİQAEThe GWSO DEXTUR SOP YARCIL BAK dragging 歐美和世界各地觀光客也逐漸增加 跟亞塞拜然作為本節聯合國氣候峰會的主辦國 預期將迎來新一波觀光潮 公視新聞兩院編譯 今天我們起來關心 今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報資料 基隆台北新北桃園新竹縣市 氣溫是十九到二十二度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 氣溫十九到二十七度 嘉義縣市台南高雄屏東 氣溫十九到二十八度 宜蘭花蓮台東 十九到二十七度 澎湖金門連江 十六到二十三度 今天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北部雲 江南高屏市普通 竹苗 中部市量好等級 宜蘭花東 金門 澎湖市量好 馬祖市普通等級 宜蘭花東 金門 澎湖市量好 馬祖市普通等級 感謝您收看這集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偉仁 我們明天同學再會 二十七度 詞曲 詞曲 曲 李在